很多人啊,乐此不彼 这个看法不一样啊 你认为苦的 他们认为乐 他们追求名利很快乐的 而且呢,站住那个位置啊 拼命把位置这个捧住 他不会下来的 你叫他下来 那简直要了他的命 他下来就等于死了 怎么能够下来呢 那一把椅子就永远坐定了 沾住这个毛坑啊 就不拉死的 坐在那个毛坑 他不会拉死 不做事 他也要站在那个毛坑 所以人家讲说 你只要沾上了险脊运动啊 你不能走回头路的 没有回头路 因为沾上就跟吃鸦片一样的 什么都没有了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看着那个位置 我就是要那个位置 我就是要这个名 要这个力 你就是站住了 不可能 退下来的 所以也把那个什么急流勇退了 什么浪弦了 什么样子 没有这回事 没有这回事 只有拼命向前 所以讲起来啊 这个苦跟乐 我们认为苦的 我认为这个是很苦 他们认为是一个很快乐的 另外释迦摩尼佛认为啊 这个修行是最快乐的 这个修行是最快乐的 那么在房宫里面啊 当国王是最痛苦的 还有些人认为是当国王是最快乐的 那么有很多人认为啊 啊 国王是最苦的 这个苦乐就不同了 释迦摩尼佛认为啊 清净修行 是自乐之事 那么有很多人不以为啊 你出来家修行啊 他们讲说啊 好可惜啊 怎么好好一个有为的青年 理了一个大光头 对不对 好漂亮的一个小姐 怎么搞得把那个 啊 那么美的那个美华 通通给她剃掉呢 她舍不得呢 但是这个认为又 这里又有认又有差别 我们以修行为乐 那他们都认为修行是苦 这个苦乐啊 又同样又是这样子的 所谓的啊 见解 通通不同 那有一个这个 这个他们现在在做那个电脑的这个 啊 程式 我们真佛中现在也打入这个电脑里面呢 做事程式出来 那放在电脑里面呢 那要么你根据这个去找的话 可以找到这个真佛中 那麽有人就问了 那麽有人就问了 写问题可以问了 在电脑里面呢 等于是在问答的 他就问了一个问题 请问 什麽是快乐 那什麽是快乐的后遗症 什麽是快乐的后遗症 什麽是快乐又什麽又是快乐的后遗症 这个联介法师啊 就跟我谈了很多 整个回答他 怎麽回答 什麽是快乐 那什麽回答是什麽是快乐的后遗症 我跟他讲说 你答那麽啰嗦干什麽 很简单的 几句话就解决 什麽是快乐 我跟他答 洞房花竹叶就是快乐 什麽是快乐的后遗症 有了baby 就是快乐的后遗症 我是这样子跟他讲 我说这样很直接嘛 事实上 我们这个以前讲过的 几种很快乐的事 几种很快乐 洞房花竹叶也是很快乐的事 如以得水 如焦如漆 动完花竹叶本来就是很快乐的事嘛 有什麽不对的呢 你问快乐就是这样子嘛 后遗症就是有baby嘛 后遗症 我就是这样子跟他 跟他回答 那麽连接法师说 这样太直接了 太直接了不好 事实上啊 人生的本身来讲啊 也恐怖只讲 你依照习性来讲 食色性也 那师尊有时候吃东西 我不满大家 我吃到东西以后我就讲 实在好快乐 这么好吃 那我吃到东西的时候 我会感觉 这个东西这么好吃 哇 实在是好吃 这个就是食 你就是得到了吃的快乐 有很多人都是美食啊 都是很喜欢吃的 他以吃为快乐 像在西雅图 啊 我们哪吃来当育乐 哈哈 没有什麽好育乐的嘛 对不对 我们以食为乐嘛 就是吃嘛 吃到好吃的 哎呀快乐死了 在色来讲起来 事实上也是 人生的自乐 色也是 那佛琪在旁边听到了 他是讲说 还有啊 还有一种 我说哪一种 那个中那个乐透奖 哈哈哈哈 他补来一样 就中乐透奖 也是人生 很快乐的事情 哎 我觉得讲的也不错啊 这三者都是乐 啊 这个食 色 还有得到力 大力的时候 真的是 这三个都是很快乐的事情 那么 一个 一个修行者来讲起来 当然不认为这三个为乐 那么不一样的 那么这里所讨论的 这一章里面所讨论的 就谈到 一个是为成生 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所有的快乐跟痛苦 都是你有这个弱身去感觉 那么有一个呢 就是习性生 不一定去弱体去感觉上 你才会有快乐的 而是在梦中你本身来讲起来 因为你本身的习性 而有感觉到快乐跟痛苦 因有习性 假如你自己的习性是很清净的话 你打坐的时候就很快乐 你禅定的时候 得到的法位就是其乐无比 你胜过所有人间种种的快乐 你清净了一个人在山林里面 得到山林的这个灵气 这个熏陶的时候 你就觉得非常的快乐 这一种不同 你以灵静 以山林 以你本身的法位为乐 这个是有别于世俗习性的一种快乐 这二者之间就有所不同 那么这里面都是在辩论这些的 真正的一种真实的快乐是这样子 而彼此如第五品银 深静无存如西空 一切向好皆圆满 种种一切三世间 清静离藏如梦现 以阴无段聚多阴 能以他人心中转 心满妙乐不轻动 一切时钟寄生辞 一个修行人 达到了大乐永辞的这种境界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急的 因为所有的快乐 佛陀讲的 世间上所有的快乐 如梦幻泡影 对莫泡影 谢谢大家